在大海上用挂钩将物物挂在直升机上 这是美国神盾级驱逐舰 菲拉塔号演训的画面 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报导 菲拉塔号在本月15号 开进了上海外海 菲拉塔号曾透过脸书公告 为期115天的部署计划 而被侦测到当天 刚好是第115天 而且时机相当敏感 因为川普总统日前才放话 要和中国切断所有关系 而解放军也在14号开始 在渤海湾进行围棋 11周的实弹演习 再加上蔡英文总统520连任就职在即 以及中国月底要举行两会 都让菲拉塔号选择在此时 出现在中国近海 引发许多想象空间 另外根据英国《泰晤士报》的报导 警告美国将在太平洋海战中输给中国 美国国防部一系列代号为 《大开眼界》的兵器推演显示 美国将在海战上被解放军击败 而且要很费力 才能阻止中国大陆侵略台湾 因为中方累积的中程弹道飞弹 已经使得美军印太司令部辖区内 各个基地和航母打击群 难以抵挡压倒性的攻击 包括关岛的B2幽灵 和B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基地 都会处于危险之中 美国智库战略继国际研究中心的资深顾问 格兰伊证实了这项兵推结果 他同时指出 中美之间最不稳定的问题就是台湾 可能会升级为战争 甚至引发核战 为了因中国军力威胁 五小大厦正准备改变战略 将研发更多高超音速武器 并在亚太地区部署更多远程 及地面发射的巡异飞弹 多次新闻邱少瑞 中程节报道